原來這個性勒索就是全球的問題 不過說 NSW 就在過往一年突然間飆升 這個青少年的性勒索其實是一個網上的性行為 就是詐騙 不過就用這個色情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新州在過去12個月的性勒索那個案子就是急升 那犯罪手法其實真的很老套 但是總是世界上很老套的東西都有人入局的 而且最主要是因為這些是一些很年輕的小朋友 其實犯罪手法就是有些人就冒充一些有吸引力的女性 或者女性都有 不過多數是有身材也好有漂亮的女性 然後就在社交平台上就和別人交朋友了 主要的社交平台就是Instagram和Snapchat這兩個 當然其他什麼Facebook那些全部都有的 首先就和一些她心目中的對象交往一下 先聊聊聊聊 慢慢這個女人就脫衣服了 脫衣服之後就傳給她的目標物 就是這個受害人就傳給受害人 受害人看完之後就很過癮 很開心 接著這個犯罪分子就會叫受害人又脫衣服給自己看 明白嗎 其實是一種保護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小孩子 主要是小孩子 90%是年輕的男孩子 基本上是由18到24歲的男孩子 於是她就覺得喜歡這個女孩子 對方又做了一些這樣的行為 她就覺得我都應該脫給她看 她脫了給我看 脫完之後又或者錄音又或者錄影 又或者被人保留了一些照片 她做得越多或者她和這位犯罪分子的交往越多 她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有交往之後 對方越給更多的照片 照片 籌片去看 她也都會深陷這一種這樣的誘惑之中 她也都會給得更加多自己的那些裸照 什麼的東西就給對方 給了之後一給對方 對方就立刻反轉豬土 馬上變成一塊糞便 然後跟著就馬上問她拿錢 那受害人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第一她就被人勒索 受害人 第二她被人勒索就是因為她被對方 是保持著一些自己的裸照 或者一些性行為的一些 就是總之是不良的圖片 那這些受害人第一就很年輕 第二就很 其實很多時候在網上性行為這些 都是很沒有社交能力的人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她有社交能力她在外面 就是因為沒有人 她是女朋友 如果她是男生 是不是 這些通常都是比較懦弱 沒有盡 就是不敢進取去追問 沒有亂一成關 那些 那又是網上行為 就以為這樣很過癮 然後對方就怎樣 主要是騙錢的 那騙了她錢之後 那不是騙一次的 騙一次就沒有所謂 但是她說她很難追蹭她 第二 這個是世界性 第二她就不會很多 譬如說十萬九千七 那這些男生就沒有錢給 反而就不會給 但是她說一千塊或者五千塊或者三千塊 於是她就會看 視乎這個受害人的財政狀況 就騙他們錢 於是越騙越多 很多青少年因此 第一就非常沮喪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就精神有問題 很多就自殘 甚至已經有人是因此 所以是非常痛苦的 那所以呢 就是警方其實一直在注意著 那些罪案的發生是怎樣呢 第一呢 就在2023年的頭三個月 就比去年同期已經是多了三倍的了 那我就說了 主要是十八到二十四歲的男性 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 反而女性就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被一個 脫衣服的男人所欺騙 你明白嗎 就是脫衣服的女人就容易欺騙到那些男人 然後這些主要其實是國際的性勒索分子 那其實是每年增加之中 這些國際的性勒索 那2021比2022呢 就加了24% 2022到2023呢 就多了15% 那所以呢 警方就已經有這些網上的詐騙的小組的人 就出來就說 那他說第一 那當然是教那些年輕人 是真的 有時候真的 太耐弱的人你教他們是對的 不過問題 就是這些是社交有規定的 我覺得父母是不是都是有責任呢 大哥我兒子知道我兒子就是 自己兒子就是責任呢 你真是要多些教化他才行 你說明責任怎麼教化呢 日本每年的責任多到已經 就是已經是全世界都放棄了 那所以 其實是社會問題 但是這個警方也有說到 他說其實父母要特別注意 他說因為 作為父母的這一代呢 我們小時候是沒有這一種的 社交性的勒索 現在新的一代是這樣 而且這些人比較脆弱 很容易受騙的 所以父母要特別警醒 還有也說給那些青少年人聽 就算即使是真的這樣 千萬不要自殘也不要自殺 他們是受害人 他們應該是斬出來 這些是講還講 我覺得是非常的困難 凡是責任 是非常的難去移動他 我自己也認識有朋友的子女是責任 幾年都不出過訪門口 所以是 騙徒友其實這些 就是我覺得這些騙術的方法 十分之低流劣絕 但是總是有人要受的 那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 我只是告訴你 就是麻煩各位留意一下這個 不是澳洲 NSW是最近特別揭發這個問題 其實全球都是非常之嚴重 所以警方只不過是說要加掌要醒覺 還有受害人要報警 還有聯邦政府會和國際刑警FBI合作 其實都是難追的 因為都是海外的人士為多 你想追回錢是很大的困難 我想對於這些受害人來說 錢不是最重要 而他們怎樣逃出這個圈套裡面 堂堂正正地走出來 而不再害怕被人拿著來勒索 這個是我覺得都很可怕 這個是第一 是不是Juicy Chris 你覺得 人們醒醒一點 對方說自己是美女 你也相信 可以修圖的 根本就是他的樣子都改了 現在的AI這麼厲害 反正他是假人來的 根本都不是真人來的 你見到那個 現在的視頻已經有 有些人用假人來報告新聞 是呀 那個是嘴子這樣動 那個樣子好像真人一樣 戴著頸子和那個身分是沒有動的 現在是用那些來報告新聞 好啦 大家聰明一點 問題是這些青少年本身是缺乏社交能力 缺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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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真的父母不如在根基礎 因為他不是今天這樣被人騙 就是別人被人騙的 他們那個意志這麼薄弱 相處和人家的能力低 真的這個肯定被人騙 出街都給那些阿婆嚇都像 真的 好啦 我再給你說 不要妨礙 第二就是又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剛才大家都說在雪梨 就是在全世界生活都越來越困難 那雪梨當然也是 那我們NSW就已經有特別 我想可能其他地方都有 NSW特別多 就是最多越來越多人偷油 過去幾個月已經是三級跳 一直越來越多 又有人被告又有人被抓 為什麼偷油呢 因為沒有錢進油 油一定要進油 所以很多人就是怎樣呢 去到油站進油完油就不給錢 這樣就走 走去 那些油站很差 但是那些油真的很貴 對啊 油哥 你不要跟油站什麼 油站是賺了很多錢 有沒有搞錯 我從來都不會跟自己的油商 油站也是這樣 就算是偷也不適 超級市場是不適合的 超級市場是不適合的 還有 有些不是油站 有一架車你知不知道多慘 晚上拍照在街上 一天早上都開車 發覺自己的油被人吸光 很拍照在街上 大佬 我那個澳洲人很討厭的 自己有個停車場 有廁所都不拍進去的 拍了兩部車 都拍了門口 或者對面馬路 自己的廁所就用來做廁所的 就是很討厭 朱莉 我兩個停車場都做廁所 我兩個車都拍了門口 你就是了 那就是要被人偷油 就是 Anyway 我也是想說 就是證實 其實這個很少的 這個是近十年來 是最多偷油的時間 那證明了 真的貴 這個收入是越來越艱難 那我講到這裡了 因為沒有Chris了 時間已經超過了 不過這麼說 朱莉說油公司賺大錢 是 油公司賺大錢 但是澳洲的油站 大部分都是franchise 由些私人小本經營 很多時候就是兩夫婦 這樣 就運一個油站 投來做